啊,好热呀,我现在四肢酸软,浑身无力 这个时候,要是有一瓶肥宅快乐水,那该有多好啊 咦,这是什么 自动贩卖机 这里居然有可乐自动贩卖机 哇,居然还有这么多种口味的 就这个口味吧 快快快,给我来一瓶 啊,还是熟悉的味道 我现在感觉浑身轻飘飘的 而且充满了力量,我的快乐又回来了 哈哈哈哈 哈喽,关心爱的小伙伴们 欢迎收看本期的阿湘莫老板宝枪 今天要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快乐的模组 COLACRAFT 可乐工艺 多日宅家,你是否需要一瓶肥宅快乐水呢 一瓶提升心脑,两瓶永不疲劳 三瓶强生不老 哦,耶,味道好寂寥 这款模组啊,可以让我们在游戏中自己制作可乐 也就是肥宅快乐水 那具体要怎样制作呢 首先,模组中增加了一种新的矿物 铝矿,我们需要先弄到足够多的铝钉 用铝钉和熔炉合成一台汽水机 再用碎石和铝钉合成一台混合机 这样,制作快乐水的两台机器就准备完成了 然后我们需要做一些试剂瓶去装水 用原有的药水瓶就可以 不过模组中增加了一些新的大瓶玻璃 里面可以装更多的水 我们只需要用绿宝石和空药水瓶就能合成 我们还需要制作可乐的各种风味包 不同的风味包呢,可以带来不同的buff效果 大部分的配方需要的材料都是糖和纸 只需要添加一些不同的材料就可以合成不同的风味包 比如我们用一个前影壳合成的这个风味包 它带来的就是漂浮的buff效果 现在我们有了风味包和水 就可以打开混合器 将风味包和水混合在一起了 OK,混合完成 理论上快乐水现在就已经制作成功了 不过装在试剂瓶里面的快乐水 根本就没有灵魂好吧 那现在呢,我们就需要进行最后一步了 制作可乐的外包装,一拉罐 我们可以用两块铝钉来合成一个一拉罐 当然了,如果你觉得铝做的一拉罐不太好看呢 你也可以用金钉、钻石或者地狱砖 来制作其他颜色的一拉罐 用于制作一拉罐的材料不同啊 喝酒后带来的保时度也不同 越是稀有的材料制作出来的一拉罐 可以增加的保时度也就越高 好了,现在我们的汽水准备完成 一拉罐也有了 现在将它们放进汽水结合成 当当当当 阿阳自制的肥大块的水就制作完成了 嗯,不愧是我的作品 看上去就非常好喝的样子 炎炎夏日,躁动的心无处安放 这时候只要喝上一口 我阿阳制作的肥宅快乐水 就能飞上天和太阳煎饼煎 怎么样,小伙伴们 要不要来一瓶尝尝 看来这制作配方上面还有一丢丢的不完美 Buff效果时间不是很长 不过啊,这款模组的各种风味包 都可以混合添加到汽水中 模组中共有几十种不同口味的风味包可以制作 每种不同的Buff效果呢 都可以叠加产生不同的反应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下载这款模组 然后自己合成试试看哦 好了,那本期视频就先到这里 我们下一期不见不散 拜拜咯